非常符合他滾地球投手的特色 不過這個時候他投出了他這場比賽第一個 不過這次是點了 點在補手的前方 戴培鋒傳二雷 傳了一個彈跳沒有傳好 這一球all save 兩個都沒抓到 而且因為球落到旁邊 跑者張宥明還上到了三雷 這一球強到中間方向 傳出去四十安打出現 帶打這勾張宥明回來得到了追評分 四十的一棒 吉利吉他代打打回了追評分 龍隊七局下半2比2追評了 真的要的就是他這種強勁的擊球 沒有任何一位野手有機會 去把阿南戒住啊 吉利吉他讓現場的龍隊球迷陷入沸騰 這個球轉播是看下去 應該只有四鵬自己有機會 是 他有伸手去籃 這個是前面的紙插球 但這一球 就是今天所有紙插球裡面 唯一試投的一顆了 吉利吉他也跟得蠻好的 有讓球棒確實打到這個球 擊球點掌握得還算不差 這球拉回來打三雷方向打穿了三右防線 又是一個代打的安打 二臉上的跑者現在要回來得分沒有問題 龍隊一舉超前 兩個代打都建功 這個鐵金剛的神調度 真的神調度了 真的 這個也要代打者喔 扛得住壓力喔 張浩瑋打穿了三右防線 這支安打帶著超前分的打點 林孝成以他的速度來說回來沒有問題 這個先是一個鼓手的對位換人喔 就把正宗最有打擊能力的鼓手先換上來 當時是有機會這個先 至少高飛機先安打追平 安打是更好的一個志願結果 在後面的話來 是來取代這個左打者的一個換右打調度喔 張浩瑋也是神來一棒 龍隊當然是希望延續攻擊 這個內角球主持人沒有給李凱薇 選球一眼獲得了送 這一球 反方向平飛球 落地形成安打 三壘上的跑者回來得分 龍隊再添保險分 目前4比2 兩分領先富邦漢將 對 這球哪不一樣打得很好喔 我覺得就是有 好球術在投手這邊的時候 他稍微一點點的調整為康袋的方式喔 那當然這個時候球隊要的是滿壘喔 攻勢只要串聯 其實對方壓力就是越來越大 那這一球當然壘包上的跑者 是看到球有點受擠壓喔 也必須確定 這個小 有點這個小飛球的平飛球 不會被揭殺落地喔 才做起跑 所以得分 然後依舊維持滿壘的局面 這個內角低的球 銀塞要打得很好喔 阿末今天雖然 5 1 5 7 這次個觸生球寶寵 哇 滿壘情況下觸生球要幾回1分喔 這整個 算出手的時候就大失控了喔 對 這是張宥明今天第一個打席 抓第一球 被夾到的小飛球 最後落地形成籃打 兩名逃者要回來得分 張宥明這一棒 讓龍隊的領先拉開刀 8比2 連郭天信都拚了 哇 把這個壘包給清空耶 這個在漢將的防守端 有一些瑕疵喔 處理球上比較慢喔 對 然後最後也讓郭天信 一溜煙也回來得分了 因為外野手第一球 第一個時間處理這個球的 彈跳也 那邊就已經花了一些時間喔 對 並沒有第一拍把它接得很好 這球擠得 力道不是很強喔 對 但落點巧妙 來看一下 右外野手這一邊的處理 哇 戴雲貞第一時間 球沒有第一時間就接觸喔 那回傳球可以看到 喔 這邊就王以辰的轉身方向喔 還有他對於跑者速度的這個警覺性沒有預想喔 對 比較不夠謹慎 尤其兩出局要知道 一壘上的郭天信是一個跑壘很積極的選手 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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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